突发4.7级地震 房屋剧烈晃动 居民紧急避险 看的人心慌腿软 还会发生更大的地震吗 来看多方的消息 此次地震发生在9月18号晚上8点08分 安徽合肥市肥东县梁园镇 合肥南京震感明显 武汉杭州也有震感 好在目前除了发现部分房屋开裂受损以外 暂无房屋倒塌和人员伤亡的情况报告 据了解 该地今年已经发生4次地震 仅在4天前就发生过3.9级地震 不少网友称在梦中被震醒 震中周边200公里内 近5年来发生了3级以上地震 共13次 最大地震就是本次地震 相信大家跟我一样疑惑 为什么肥东地震如此频繁 专家表示 该地处于北东向弹路断裂 和近东西向的肥东断裂的交接地 在应力厂的共同作用下 容易出现中小地震的频发 还有很多人更关心的是 后续还会有更大的地震吗 根据合肥市政府的消息 最新研判显示 近期发生5.0级以上地震 的可能性不大 另据央视新闻的消息 超过12万人收到了此次地震预警 耽误大家30秒 设置一下这个重要的功能 我还找到了不同手机 打开预警功能的操作提示 你可以对照检查一下 自己和家人的设备 是否已经开启 紧急时刻 时间就是生命